第73集团军某防空旅日前从东南沿海千里机动至西北戈壁展开陆空实兵实弹对抗演习 作为这次陆军防空兵的代表队 这个旅从远程投送到实弹射击实现进驻就打 全面检验了部队野战防空能力 凌晨4点刚刚到达卸载地点的某新型导弹分队就接到导演部导条命令 要求他们在20分钟内完成野战卸载 完成卸载后官兵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导演部又要求他们快速机动到300多公里外的某作战地域 40分钟内完成对空抗击准 西北这个地方风沙大 对我们装备的性能特别是游击是有较大影响的 我们300公里机动遇到很多难行路端 对装备也是一种考验 占领发射阵地后 官兵迅速吊砖导弹构建通信联络完成发射准备 面对电磁干扰 发射一连雷达操作手立即采取有效抗干扰措施 并迅速捕捉锁定目标 一旦突发射 最终导弹准确命中目标 我们按照进度修达的要求 快速完成设计准备和对空抗击 直接探索 把防空体育下落军防空车厂应用 进一步提升了 新变日期之下 也将防空车厂能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